相传纸城有一个千古永颂美丽动人的传说 早在春秋战国时 山西扬城有位传递十七朝的英军民主 未必早荒和战乱 夜见白鹤托梦 就选中了河南几元纸城 做快锦山秀水的风水宝地 要兴建千古地业 派驱的大将在修好金鸾殿和宫穴 与三面围长时 不巧天将鲍鱼连日不断 让位大将建千都日进 唯恐误欺杀头 只好以纸带墙 涂衣染料交柴凡事 一日清晨 驻扎几元的皇上 一时心血来朝 就欲马上起家千都 临行前他笑与娘娘打赌说 先道为君后道为臣 皇上自诩是戎马疆场 谅亲骡子也能得胜的 就率众朝臣高高兴兴地上了路 皇上沿柳村金屯正然进发 娘娘走御驾夫人头 往旨城赶来 一时惊奇飘扬 军事呐喊好不热闹 熟亮 皇上来到柳村 阴罗子下居误事 皇帝自叹天意乏味 便在柳村拔剑自吻了 娘娘文言已尽指承 但身毁打赌的荒唐 也在夫人头刺进了 皇帝娘娘之死 留下地名军屯 御驾夫人头丧的坟 指承因此得名 美丽的传说已成史坛 但今日又在指承城南一里处 又发生一桩令人恶婉称奇的命案 使指承再度成为洛阳 吉利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 时叫人一步三探之息 1999年7月31日晚 一时左右 熟睡的交债村民 突然被烹坑作响的爆炸声惊醒了 在房上纳凉的人们睁眼一看 只见指承方向火光冲天 浓烟弥漫 胆大好事的人们纷纷前来 但见村北二十里处的卖场上 一个硕大的卖街舵被烧着了 他的旁边火光中 依稀可变是一辆高级轿车 红通通地燃烧着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轿车为何起火 车里有没有人呢 人们一下子惊呆了 文讯赶来的村淡不见状 活速派人到指承派人所报了案 不一会儿 姑笑的警车奔逝而来 摊查 拍照 询问 调查 事故现场没有伤人 焚烧的是一辆放太辣轿车 原因不祥 8月1日上午 风马牛不相及的 洛阳市吉利区刑警大队 突然来了一位二十余岁 个子适中五官清秀的青年妇女 慌慌张张地 给刑警大队长张松震 哭诉起来 我丈夫不见了 昨天八点多钟开车外出的 至今未归 我一直等到很晚也没有见到她回家的 情急之中用电话联系了 可一直是不在副区内的 警告我到大庆路停车调局等办 又打电话 仍然联系不上 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哪里 我叫张小燕 家住青庄村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她开的是什么车呀 她叫王电力 开的是一辆红色桑塔纳 你知道她的谁出车吗 去哪里了 她拉的客人 说是熟人 及几元了 刚送走报案人 几元官局的电话 就打了过来 并向吉利官分局通报 在几元市指城镇 四建村 交债自然村的卖场中 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普通桑塔纳轿车 车上发现有烧毁的名片一张 经技术处理 尚有吉利区 清庄村 王电力等资料 并清晰地显示出了手机号 请协查有无此人 分局副政委 王先民 当即带领刑警大队 二中队长陈东义 和清庄王电力家属张小燕 迅速赶到几元 经现场查看 被烧车辆 就是7月31日8点多 载客外出的王电力 所开的那辆桑塔纳出租车 轿车被完全烧毁 仅剩躯壳 幸亏王电力不在车上 神秘失踪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家属见此情况 气不成声 悲痛欲绝 此案发生后 在吉利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群众们议论纷纷 有的说王电力 却和别的女人私奔了 有的说王电力 外出做生意 几天就回来 有的说王电力 被人抢了车 不敢回家了 有的说王电力 被大写八块 算了袋装着 被扔到了某地 警方分析 王电力 查无音讯 凶多吉手 被他人杀害的 可能性糟大 但因烧车 现场在吉原 又未见尸体 按照我国刑法 诉讼法的规定 一 要有犯罪事实发生 二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此现场在吉原 不归我们管辖 怎么办 8月1日下午 洛阳市吉利区 官分局局长王勇席 在听取现场案情汇报后 深感案情重大 立即召开局党委会 进行研究 据领导经过认真分析后 一致认为 王电力车被烧毁 人物踪影 最大可能是 人已被杀 失逆他处 王局长说 此案呢 虽属吉原管辖 但不具备立案条件 吉原的刑警呢 不可能组织上案 王电力车被烧毁 随为发现人被杀害 但一天一夜毫无音血 应该是雄多吉少了 如果坐等到尸体发现以后 在立案侦查 势必时过境迁 毁掉许多 极有力的证据和机会 甚至失去判的条件 如果尸体永远发现不了 犯罪分子也将 永远逍遥法外了 甚至再做新案 继续危害社会 我们是人民的警察 人民的公仆 此案不能不晚 如果将来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 由我负责 于是 局当委立即决定 决定以王电力为中心 立足王电力已被杀害 开展全面调查 尽快确定案件性质 确定侦查方向 发现案件线索 缩小侦查范围 严守案件机密 早日破获此案 局长横强有力的话语 和桂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深深地感动了 早年警校毕业的高材生 王先民的刑 在局长派他具体指挥 这些案件的侦破工作后 刑警大队 迅速成立了以张松震 秋剑中为首的 经验有素的侦破专案组 并抽掉了多名民警 协查驻站 于是 一场毫无头绪的 攻坚战打响了 王电力是何须人也呢 原和失踪 桑台纳价值数万元 为何烧等 云雾中迷迷蒙蒙 专案组面对着 一系列的移动 经过周密部署 反复的研讨 决定邀请 几元警方 共同研究案情 并由几元警方 负责现场勘查访问 沿途寻找 王电力的尸体和下落 吉利警方 负责围绕王电力 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工作 金查 王电力 男 1969年1月19日生 现年31岁 汉族 身高1米76 不胖 偏瘦 系吉利区青庄村人 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 后学会了驾驶技术 一直为人开火车至今 早年和吉利村张玉芳结婚 生有一女 94年离婚 96年和西庄村 贤惠温柔的女青年张晓燕 恋爱结婚 并抚养其女儿 据张晓燕回忆 王力与她结婚的头一年 二人是新婚燕儿 相爱有家 感情甚好 1999年5月 一心想买车的王电力 不知从何处 神秘地弄到了一笔巨款 购买了小川村喜悦进 从洛阳禅河讨债讨回来的 红色桑的辣椒车 自己当老板 跑起了出租生意 王电力有一部诺基亚手机 号码为136XXXXXX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王电力手头就有了火钱 就在外面花天酒地 夜不归宿了 经秘密跟踪打听 张晓燕发现丈夫 和吉利区校美发廊的 一个小姐打得火热 关系暧昧 因此归家后 和王电力就大吵大闹了一场 并声言要坚决离婚 王电力听后 吓得跪在张晓燕的脚下 哭得求饶才算两了事 经专组查证 该发廊的那位小姐 就在梦乡国乡 叫魏雨霞 二人已经断了来往 王电力如今 既没有在那里藏身 该小姐又无 作案动机和作案的时间 根据张晓燕提供的情况 经初次调查 没有获得任何 有价值的线索 各路寻觅 王电力的专案人员 也都相继空手而归了 怎么办 案件就这样挂起来吗 深夜 在专案组的办公室里 大家七嘴八舌地 议论着案情 但苦于是没有出路 王先民听了大家的反应 看着张松震和邱建忠 沉默不语 就为大家鼓戒说 初次受挫 很正常的 大家不要气脸 仔细想想细节 我相信 此案定会有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时候 领导的鼓励和信任 使张松震和邱建忠 耿到振奋 也使专组信心倍增 第二天一早 他们带人重访张晓燕时 果然是有了收获 据张晓燕仔细回想以后 突然从屋里 取来了一个记事本说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王店里每次出车去哪了 挣多少钱 什么时间 我都接在这上面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 当专组接过 那道笔记本翻看的时候 突然一行文字 令大家为之一阵 7月29日 去几元 100元 7月31日 去几元 经过再次询问张晓燕时 张晓燕哭着说 因为最近有点乱 所以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啊 一般晚上都不拉生人外出的 7月29日 有两个人租王店里的车 实际套了80元 还欠着账呢 以后用车一块色 那天他到中午一点就回来了 我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晚 他说和客人去金鱼饭店吃饭了 三个人要了八个菜 一直烤羊腿 没吃完 并说睡会儿觉 晚上八点呀 还要去几元的 结果没有去 7月31日晚上八点 我们和梁军等人到玫瑰园吃饭的 饭刚端上来 王店里的手机就响了 今晚手机 王店里退开饭碗说 我去趟几元 一会儿就回来 你们等着我 经过我追问是谁用车 王店里说 还是29号用车的那两个人 说完了开车就走了 张队长问 王店里去几元的客人 认识吗 不认识 只说是老客户了 欠账到几元一块给 客人是来做生意的 住在宾馆的 王店里走势身上都有啥呀 有几十元钱 一部手机 红面黑帖 穿的是蓝白倒倒的短袖 浅灰色的裤子 王店里现在不回来 你认为有什么可能呢 可能有人害他 你能谈谈你怀疑的理由吗 可以呀 大概7月678号三天吧 9号我在恩康门见他 朝后 他说和梦现的一个姓贝的小姐好上了 我怀疑这女的会害他 97年吉利村断江洪要卖车的 我们给他了1.5万元 车没买成钱也没还 99年我们的官司赢了 但至今也是还未还钱的 我怀疑他有可能害电力 意外的惊喜 专组立即对宾馆金 未断 展开了调查 但情况综合后发现 王店里七家庭经济状况一般 平时在社会上 政治表现不好 曾先后与几个舞厅 发廊的小姐关系暧昧 也与数人有过经济纠纷 经过大量的工作 所有因情 财 仇等原因 有可能杀害王店里的嫌疑人 被一一排除了 并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到8月中旬 十余天过去了 神秘失踪的王店里 仍无些许消息 经验告诉我们 王店里生还的可能 几乎是等于零了 要侦破这浅界 必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王店里一案无果 是专足干酒心机如焚 大家吃饭想的都是这件事 张松震出见中更是着急 二人反复地商讨认为 王店里接触的人员十分地复杂 且与人有着财色之纠葛 而张小燕也曾提出离婚 蚕到底是情杀 仇杀 这些因素仍不能排除 如果是情杀 王店里背后必有重大的隐情 假设是仇杀 是否与财有关 29号 31号 租车的人应该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此三人行动诡秘 来去无踪 现在我们尚未看清租车人的真面目 可能是我们的部署和调查中不细有关 目前我们要尽快弄清 这两个租车人的情况 鉴于此案的特殊性 到目前未见死者 按常规此案可立也不可立 但凭着人民警察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失业心 侦破此案 已不可能按常规的程序进行 因此 专案组当即调整了 急于求成的情绪以后 决定从几个方面重新入手 以其尽快地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一 王电力手机的联系情况 二 王电力五月份买车情况 三 从7月31日前 推一个月的时间内 所有和王电力有可能联系 接触的人 可能发现的情况 四 放眼视线 力争从宾馆 舞厅 卡拉OK娱乐场所 寻找可疑的新线索 为此案广开空间 经过十几天的工作 经过多种公开秘密的侦查手段 经过对吉利区 吉原 洛阳等地 数百人的调查访问 案件终于有了突破线的进展 专组从省电信局获悉 7月31日下午6点10分和8点20分 分别有洞西市场附近的两个公用电话 给王电力的手机上打过电话 另据王电力同村的王某某反映 7月29日中午 王某某在城区 让王电力开车送席回家 路上闲谈到王电力 上午拉吉利村张慧勇的两个朋友 去吉原倒孤洞 中午在禁域饭店吃饭 恰巧遇到了张慧勇也在 后经调查证实 王某某反映的情况属实 并又查明 7月31日下午7点多钟 张慧勇和另外两人 在吉利旅社前大排档吃饭 该二人与29日中午 在禁域饭店吃饭的两个人 年龄相仿 体貌特征一致 八点钟以后 张慧勇仍在吃饭 令两人不知去想 同时查明 7月29日中午 王电力和两个人 在禁域饭店吃饭时 张慧勇也在该饭店吃饭 他想在吉利区搞快递 开个桑拿洗浴城 因此 他特邀了几个土地局的朋友 边吃饭边商讨这件事 席间 他还专程到王电力的桌上 和三个人碰了几杯酒 才告辞而去的 提起张慧勇 洛阳市吉利区 很多人都认识的 他虽然住在洛阳市区 但经常在吉利区活动 和很多人都是有过交往的 他虽然没有正当的职业 但花起钱来 出手十分地阔绰大法 在朋友圈的头背甚好 调查中有人是张慧勇的朋友 那天吃饭时 有人认出了王少杰 因为张慧勇曾介绍过 王少杰是白马寺农民 而王少杰在酒桌上的表现 确实让人印象颇深 喝酒中很讲义气 由王少杰又查出了李少军 李少军曾在吉林打工 有人也认出了他 此时一丝曙光扫进阴霾 案件有了重大的转机 专组的全体成员喜出望外 李少军、王少杰两次租车 虽声言导古董为名 此时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专组甚至认为 731凶杀案的重大作案嫌疑人 应该就是惨人无疑了 二人短时间内 连选两次租王电力的车 去向又恰恰都是几元 且娇寨村又地处偏僻 难道罪犯是有意踩点 为实施作案做准备 矿距王电力闲谈中 并未流露出二人导古董的任何迹象 与其成导古董之言甚不相符 由此推理 第一次不付车费 是有意调王电力 再次上钩的绝妙缓兵之计 那么王少杰、李少军 杀没杀王电力呢 杀了 尸体陷在何处呢 他们与王电力素不相识 又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杀王电力呢 莫非是受人指使 另外 若王电力未被杀 那这辆桑塔纳 作为二人的作案工具 必将是如虎添翼 为何会烧掉 但未死的王燕丽又在何处呢 作为张慧勇 曾与王少杰、李少军共事多年 李少军在张慧勇开路向厅时 曾在张慧勇处打工多时 可见二人的交情不浅 虽然张慧勇与二人关系甚好 但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他与此案又是什么关系呢 李少军、王少杰作案的目的何在 这一切的疑问尚不明白 为此 8月5日 刑侦队长张松震 就以相识的私人角度 通知张慧勇到刑警纳队 心平气和地聊起了 有关李少军、王少杰的详细情况 张松震问 张慧勇啊 以待吉利 近来有外人来找过你们 张慧勇说 从洛阳过来了几个哥们 王少强、李少军、还王少杰 咋有事啊 当时张松震并不知道张慧勇 在惨中扮演什么角色 更不知道张慧勇 和王电力被杀验有什么关系 所以并没有注意张慧勇这些微变化和反常的情况 就随便问道 你对王少杰、李少军了解吗 能谈点他们的情况吗 张慧勇此时也许是有意试探对方的深浅 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洗清自己 就轻描淡写地说道 太了解 王少杰1971年生来 白马寺人 高中毕业就常在社会上混 可能替人刨掉古董吧 李少军也二十多岁 也是白马寺人 高中毕业 关系平时很好 我们有点事 想找找这俩人 你明天跟我们去一趟白马寺吧 可以啊 张慧勇爽快地就答应了 8月6日 专组带领着张慧勇来到了白马寺村 一打听 二人并不在白马寺村 问张慧勇 猜也不知道二人确切是哪分人 只知道二人是白马寺者一带的人 没办法 专组和张慧勇 一同来到了排除所 查出了王少杰是董村人 李少军是孔寨村人 但从底侧上 却发现同村 同名 同姓 同年生的王少杰有两个 大小有好几个王少杰 李少军也有两个 专组就通过张慧勇指认 这也许正是张队长 让张慧勇来的真正动机 因为专组谁也不认识 王少杰和李少军 专组拿着被张慧勇 指认出来的三人的照片 来到了复印社复印时 突然张慧勇就不辞而别了 专组立刻对张慧勇也产生了怀疑 专组回来后 张松震和邱建忠十分的懊悔 他们赶到王少杰 王少军已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且二人两次去几园 吃饭时都有张慧勇在场 绝非是偶然的 难道王少杰 李少军和张慧勇 有重大的牵连 王少杰和李少军 来吉利 均住在宾馆 有张慧勇接待 这中间必有重大的引擎 王贤明听完了二人的分析 立刻机长叫好 所有专业人员 一个月的奔波疲劳 和焦虑不安 一扫而空 迅速缤纷两路 对张慧勇、王少杰、李少军 及其交往的人员 进行全面的调查 同时决定 全力抓捕王少杰和李少军 信息很快通过调查反馈上来 7月29日、31日 两次租用王电力车的人 的确是王少杰、李少军无疑 同时三人的情况 也搞得一清二楚 王少杰 1971年4月15日生 30岁 汉族 原籍荷兰省洛阳市 白马寺董村人 高中文化 毕业后在甲武农 户口所带地 白马寺派出所 自幼在本村上学 后在白马寺孙村上初中 后在洛阳市时期中 和八中上高中 1989年高中毕业 在家武农 身高一里七七左右 人长得比较黑瘦 维园十分的仗义 够朋友 脑子比较简单 近年来多次参与 文物盗窃团伙作案 当村淡部的哥哥 多次劝他不听 至今连对象也没有 张慧勇 又名张勇 男 34岁 原籍吉利区吉利村 现住洛阳市牡丹新村 吴业 齐齐秋帝 1987年 曾因盗窃罪 被劳教了三年 李绍军 27岁 洛阳市白马寺镇 孔寨村人 农民 汉族 高中文化长度 齐齐吴春宴 一米六五左右 微胖 多年参与文物走私活动 待三人的关系甚密 经常在洛阳市内游荡 多次合伙 盗挖倒卖文物 经常在街上寻衅滋使 且行踪诡秘 居无定所 抓捕难度很大 反侦察能力较强 专组经过缜密的部署 决定立即抓捕 张慧勇 王少杰 李绍军的工作 全面展开 虽然他们运用了 一切行政手段 但王少杰 李绍军却毫无踪迹 在他们住过 及活动过的地方 让人辨认 王少杰 李绍军的照片时 因为当时照片的年龄 是十六七岁 十余年后 他们的长相 身高 体型 变化很大 服务员几乎一点也 不认识李绍军和王少杰 因此无法肯定 但通过工作 有关李绍军 其人的个人情况 却了如智掌 李绍军 生于1972年2月21日 家庭经济状况一般 有父母兄弟二人 他是长子 早年李绍军 曾带洛阳开过小商店 因与黑道来往密切 曾多次寻衅 打架 喝酒 泡过舞厅 他在毕业后 曾与同伴农村姑娘 吴春燕 谈上了恋爱 无界条件事业好 是都市里的村庄 洛阳新生大队人 其父又是村干部 经济丰厚 家庭殷实 但家人对于 名声不好的李绍军 十分反感 怎奈吴春燕是心如铁石 认为非绍军不嫁 五年的恋爱里程 使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 结婚成家 并常年住在了洛阳的龙门 当专组面对这个 朴实善良 身高1米65 丰满的少妇时 吴春燕对绍军 仍是忠心耿耿 后来吴春燕发现 当时他在洛阳农村 洛某歌舞厅 当保安人员的时候 他认识了一个 KTV的小姐 叫张红 张红身到以你六七 长得漂亮 也极温柔 二人在洛阳 契和租房同居 女已怀孕 要做人流 吴春燕曾亲自去找不张红 哭诉自己和李绍军 五年的不平常的爱情经历 以期感化张红 汇出这场人生的游戏 但张红对李绍军 同样是中毒太深 他告诉吴春燕 这我管不着 他要有一天让我走 不会走得远远的 他要不说这句话 那我也是爱莫人助 你爱你都我爱我的吧 希望咱们呀 都是同爱一个男人 不要争风失所 和平共处吧 春燕碰了一别的灰 哭着回来了 后来吴春燕 再也没有去找过张红 专组获得这个消息后 立马就奔送了洛阳 在李绍军租住的地方打厅 但由于契列和租住人员 十分复杂 这里不仅有歌厅 KTV小姐 还有五湖四海 找洛阳的打工人员 更有采购 做生意 挑江卖算 三较九油之人 价值当前 契列和农村 以经济为主 不太注重 租住人员的社会关系 和个人背景 因此有趣的是 我公安人员 在村里反复地打听 也未找到张红七人 当专组人员 在契列和沟底的小商店 往分局打电话 汇报情况时 而张红李绍军 正在打电话 这一家的楼上睡觉 而李绍军多次再次 用公用电话给同伙打过抠击 抠击的信息 确切就在这里 因七里和人麻痹 他们在此守候寻找两天 也未能发现李绍军 而李绍军 当时连想也没有想到 官局正在查他 有时 他从窗户里 看到专案人员 在楼下转来转去的 还开玩笑地说 这几天 咱们这几个公安天天在这转 莫不是来抓我的 有一天下午 邱剑忠又带人到洛阳 去抓捕李绍军张慧友 他刚带车从加油站出来 走到半路 突然手机响了 吉利分局 传组张松震通知的 火速上掩尸 拒押界被抓获的李绍军 原来 张宏在歌厅当小姐时 曾认识结交掩尸 农行的一个营业员 因为这个营业员 私自携带了20万元外逃 官局根据掌握到的线索 知道该营业员 过去与张宏的关系 非同一般 关系密切 此营业员极有可能 藏匿在张宏处 在掩尸警方寻根追来时 一举抓获了张宏 捎带上了李绍军 在掩尸官局的审讯中 李绍军供认 夹带白马色孔寨村 当掩尸警方 与白马四警方联系时 白马四警方立刻想到了 吉利杀人案中 涉嫌李绍军的事实 并立即将李绍军被抓的消息 火速通知了吉利分局 文词喜讯 初见中一方面 安排抓捕张慧中 藏在七姐夫家的 行动小组的守候工作 一方面火速带车 直赴掩尸压戒李绍军 在将李绍军带回洛阳的途中 秋见中一直在做工作 边走边审 直到晚上十一点钟 经过了长达十二小时的突舍 李绍军被迫交代了 杀害王建立 焚毁桑台大的犯罪经过 并交代了王绍杰的藏匿地点 白马四攀村 原来 王绍杰七月初 被张慧勇邀请到吉利 几句闲聊之后 张慧勇向王绍杰透露 有人愿意出大价钱 半个人 王绍杰当即表示 这件事太大了 一个人恐怕干不了 需要再找一个人一块儿的 于是就找到了李绍军 几天后 张慧勇把绍杰绍军 邀请到吉利区 李村合兵宾馆 张慧勇开门见山地对绍军说 现在钱不好挣 你整天瞎赚没钱花 我给你找点事干吧 吉利区有个人 你和绍杰把他给办了 人家不会亏待你们 给你们点钱花花 绍军当时没答应 第二天就回了洛阳 后来张慧勇多次打扣击 让绍军重返吉利 一天 绍军来到了吉利 张慧勇让少杰把他带到城会宾馆 张慧勇拿出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有王电力的名字和车牌号 并说就是这个人 你们把他办了 每个人给你一万五 绍军当时没答应 张慧勇走时 让二人商量商量 王绍杰对他说 你看有说出来了 得火盘帮忙的 你说咋办啊 当时绍军的心情十分复杂 办吧 太危险 说不定就得掉脑袋 不办吧 又是朋友 互相帮忙说出来了 割下不美气 再加上 正好当时手上缺钱 就这样犹豫中给接了下来 七月中旬 三人再次重返吉利 具体研究人弄他 决定杀人后 将尸体弄到外地埋掉 随后 七月二十五日 王绍杰 李绍军 又到吉利 张慧勇给他们提供了 王电力出车的情况 和活动地点 让二人认车 二人转了一天也没碰上 七月二十七日 正好张慧勇 老婆丘弟和孩子来了 晚上回落时 张慧勇 王绍杰 李绍军 正好租了王电力的车 王电力热情地 把名片和手机号 交给了张慧勇等人 张慧勇灵机一动 故意让王绍杰随车回落 以便认车认人 这样 这个杀人预谋 9号上午8点 王绍杰 李绍军打抠击 以到几元岛古董为名 约王电力驱车险往 起初王电力 闲远不想去 二人就告诉他 去几元时想走私古董 王电力听后就放心了 但他至死也不知道 他已经踏上了死亡陷阱 此去是凶多吉少 二人并非是去岛古董 而是有意去寻找 杀他的最佳场地 事后三人中午回来 在禁狱饭店吃饭时 正巧碰上了张慧勇 那次二人有意没有付车费 以便来日吊他上钩 7月31日晚上8点 少军 少杰和张慧勇的 情妇韩芬 少强 一块到胜利路 南投了大排档吃饭 8点30分 二人再次打抠击 让王电力去几元看古董 王电力接抠击后 匆匆地推开饭碗 就踏上了死亡这路 车到吉利区洞西市场口 王少杰坐在前边 少军坐在后边 当时少军带着一根 准备好的绳子 王少杰带着一把刀 处吉利约有半个小时 车到吉原郊寨村 二人让车停下 开到了一栋卖场上 二人下车伤来 等会上车一块动手 计划里少军用绳子 勒住王电力 王少杰用布捂住他的嘴 同时用手捏住他的脖子 过了几分钟 二人又回到了车上 坐了几分钟 听着清音乐 二人看了一眼 就开始动手了 少军用绳子 勒住王电力的脖子 少杰一手掐住他的脖子 一手用车上的毛巾 捂住他的嘴 勒了一会儿 少军有点害怕 借口去拿王电力的腰带为由 二人交坏了位置 王少杰却勒住王电力的脖子 大带过了十几分钟 王电力死了 二人慌忙把尸体 抬到了后备箱里 上车后 少杰开车 认他怎么都发动不着 王少杰就让少军回去 跟张慧勇说一声 赤着极量的少军跑到纸城 花了六十人租了一辆吉普 当时其他司机 看他满脸杀气都拒绝出车 他只好到路边的商店 租了这辆吉普车 谁知司机把车 开到了坡头的十字路口 从车镜中见他杀气腾腾 由于害怕也不送了 他没有办法 只好又租摩托 围到了吉利 给张慧勇打了的电话 并说事已半成 车发动不着了 少杰还在那儿等着嘞 张慧勇放下电话 一会儿车就来了 少军上了张慧勇 开的红色昌和面包车 张慧勇说 想找个拖车绳没找到 车开到郊寨 三人把尸体抬到了车上 少杰提议把车烧掉 张慧勇点头同意了 于是三人把车牌拿了下来 把卖街塞进了邮箱里 把周围又堆上了卖街 点着后 少军追上昌和车 直奔吉利区 张慧勇又为埋尸 找了一把大探铲 原准备埋车在吉利滩 后怕离村太近 就开着车朝黄河桥方向而去了 在黄河滩 三人见沙土挖不成深坑 只好把汽车牌埋在了那里 驾车从原路返回 到河阳南路边的野茂村东 两百米处的玉米地里 张慧勇因还车先走了 二人挖了一个两米多深的坑 将王殿里的尸体 头朝下埋进了原洞里 之后 趁着薄云中的月色 望着盛夏之夜 满天的青斗 和丝丝吹来的凉风 二人在玉米地头抽了一根烟 然后将探产扔到了路边 在吉利急货市场南投 少军坐车回落 少杰回吉林汇城宾馆睡去了 几天后 张慧勇扣除了二人在吉利地区的费用 让少杰将两万六千元钱带回洛阳 少军接过一万三千元 把一万两千元交给了拼付张红 剩余的钱就同张红花掉了 李少军的交代 无疑对整个案情撕开了一个 透着胜利曙光的口子 但真正可信的程度有多少 还带抓捕王少杰 正时候才能确定 为了近海地揭开731 杀人焚沉案的内幕 专案组在黄河滩 起货了他们为了逃避打击 而藏匿的王电力被烧毁的汽车牌子 并在野茂村南的玉米地里 找到了埋藏王电力尸体的具体地点 鉴于本案的特殊性 指挥部决定 暂不起时 同时严密丰富消息 全力以赴地抓捕王少杰张慧勇 以其揪出幕后人侦破此案 9月5日 专组经过密面核实侦查 王少杰确实藏匿在白马寺镇小攀村的 喷药灰甲 因为自731案后 王少杰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整日以盗挖走私文物的犯队 分子夯瀉一气 咒服夜出 9月6日凌晨4时 促障委王先民、张松震 丘建中率领十余名干警 在郊区分局刑警一队的配合下 干警们冒着狗咬 和犯罪分子赋予王康的危险 医生令下 从前后墙同时跳入院里 但经过搜查 并未发现王少杰 干警们到院子里又问房东 王少杰在哪啊 房东用手直指 在那里呢 干警们又扑进去 强烈的手电光响 立在离间 贴在墙上黑影处的王少杰 被擒了个正招 望着车上王电力的汽车牌子 王少杰一听 是吉利区刑警队的 他就傻眼了 但同找简单的他提出了一个请求 你们把我放了吧 我在前头跑 你们在后边撵 一枪把我打死算球了 干警们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经突审 王少杰在大量证据面前 共认了受张慧勇的指使 伙同李少军杀害王电力的犯罪事实 至此 杀人凶手已经明确 李少军 王少杰的抓获 仍不能揭开全案的整个内幕 而张慧勇受谁指使 为何要害王电力 仍然是个谜 在回忆和张慧勇第一次交锋使的情况 和二人为张慧勇扮王电力指使 张慧勇说是受朋友之托的情况 专组为了揪出幕后的操纵者 再次找到王电力的妻子张晓燕询问 据张晓燕回忆 那是她在得知王电力有了外遇后 她哭闹着准备和王电力离婚时 并追问王电力 买车钱是从何而来的 是不是情人给的 万般无奈的王电力 只好与实情相告 这买车钱是一个女人给的 但我和她清清白白的 只是认识 这个女人因为家庭所迫 想让我去杀她情夫的女人 后经证实 王电力的桑塔纳教车 是以4.6万人的项款 买本区小船存习某某的 这5万元现金 是1999年5月6日 王电力在本区某储席所存单上提取的 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三个主要犯罪嫌疑人 王少杰 李少军 张慧勇已经明了 但那个神秘女人是谁 为何要杀情人之妻 却杀了王电力 实在是迷雾重重 于是专组决定 伙送弄清这个神秘女人 撩开她故兄杀人的层层面杀 专案组紧追不舍 反复调查张晓燕和李少军王少杰 终于弄清这个幕后操纵 这场杀人焚串案的神秘女人 她名叫周燕 又名周峰晴 1972年6月出生 本区小分村人 原籍几原市 1991年高中毕业 前后在建行当临时工 经进一步地查实 周燕与张慧勇认识 定有过交往 案件到了关键时刻 为进一步地查清案情 局党委决定逆补周燕 周燕家住乡政府家属院 据调查 周燕有一辆十分漂亮的 酱紫色高档摩托车 价值在两万元 在炼油厂解挨着的车棚里 第一次没有找到摩托车 经仔细检查 才发现摩托还停放在那 其实上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显然多日不及了 干酒们心里透出了一股良意 莫非一 他们不敢再往下想 急忙赶到吉利区见西村 去打听和周燕关系 非同一般的大款张乐 此人恰巧也不在家 他已于数日前赴新疆做生意去了 怎么办 难道周燕飞了 钻足心急如焚 停了两天 去继续了解得知 刚刚从外地归来的周燕 眼下正跟电视台的一个青年打得火热 张松震听到这个消息 火速赶到了电视台 找到了那个比周燕小两岁的小伙子 经过做工作 小伙子讲 下午四点多钟 周燕还给他打过抠击 说给他买了一条裤子 张松震问 周燕现在在哪 小伙子讲 刚才电话中说 在李村吉茂市场 公用电话亭打过来的 张松震带人火速赶到了李村吉茂市场 据现场了解 从吉茂市场往周燕家去 毕竟一小门 这时天下雨了 雨水哗哗地下着 把吉茂市场上的人 浇得都补糖了起来 张松震为防万一 一面派人去市场上面找 一面带人守在一个 急不显雅的会面馆门前等着 查问周燕用过的公用电话 店主说 人多记不清了 以防意外 他们一行四人 只好撤回了车上 张松震坚信 周燕一定在家 于是他们驱车 到乡政府家属楼门口等着 晚上八九点钟 雨停了 周燕穿着白色的连衣裙 神态清明地走了出来 对 就是他 一个与周燕熟识的民警 果断地说 扔上他 大家一行四人 跟在了周燕的身后 来到二区的家属楼底下 那里放着周燕的自行车 他似乎有事 没有发现身后有人 当他掏出钥匙开车时 张松震立刻就带人围了上去 你是周燕吗 一个刑警问道 用啥嘞 找有事 周燕满腹狐疑地问道 我们是吉利官局的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一刑警说 周燕一惊 一串钥匙啪地吊带了地上 为了不走漏风声 专足把周燕秘密带到了 吉利招待所最北的一个房间 勘押了起来 就在专足准备突审他 并通知女警到场的时候 周燕借故去厕所 用手机告知了张乐 专足发现后 又变更了勘押地点 当天夜里就进行了突审 突审中 周燕默不作声 经过两天三夜的较量 周燕终于吐落了 此案的全部经过 定供述来 雇佣张慧勇等人 狭死王电力的犯罪事实 9月24日中秋节 被埋在地下 长达五十五天的王电力尸体 从野茂村六祖的玉米地里 挖出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 家属呼天抢地地哭手 震撼着在场每个人的行 9月29日 周燕、盲少杰、李少军 被依法公开逮捕 愤怒的群动 人山人海地挤满了会场 随着行车涌动 王电力终于重见天日 可以明目了 死者家属 乔罗打鼓的送进期 依表现意 马不停蹄两个月的专组干警 念对此警 稍感安慰 但凶犯张慧勇在逃 大家如耿在吼 寝食报案 指挥部当即决定 组成由刑警大队 出剑中挂帅的追捕组 不惜一切代价 采取一切办法 力补张慧勇 张慧勇在该犯罪团伙中 年龄最大 职伤最高 且因盗窃 受过关机关的打击处理 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所以抓捕难度是很大的 在确定张慧勇为犯罪嫌疑人之后的 四个月的时间里 关机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曾使用多种技术侦查手段 包括洛阳市目前最先进的 行驶侦查技术 先后对张慧勇活动过的 洛阳 郑州 三门峡 南阳 平顶山 焦座 陕西 山西 广东等地 派源侦查 由其对洛阳晋两代的关系人 进行了严密的调查 监控和驾往守候 然而是茫茫人海 要抓一个如惊弓之鸟 四处奔逃的张慧勇 无异于是大海里捞针 谈何容易 而此刻的张慧勇 犹如穷猿投灵 折服一处 不敢妄动 昔日的纸醉精迷荡然无存 张慧勇的历史是颇有特点的 他同脑精明 极善敛财 婚娶知识 不乏美女 从劳教队归来 他先是重操偷盗旧业 后又改嫌一张 专攻走私文物 他对文物过手的价值 年代 粗畜 颇有造诣 据专组调查 走私文物同伙毛老四讲 张慧勇有一次将 并不值钱的雕花玉佩 赖到了十万人 张慧勇的妻子邱蒂 原来在洛阳的南昌路主 下岗后做服装生意 收入颇丰 后又在酒店当领班 认识了张慧勇 张慧勇见邱蒂 美貌可人气质颇佳 就穷追不舍 然邱蒂家的父母 嫌张慧勇出身郊区 且又有烈史 极力地反对这桩婚事 张慧勇确实乐此不疲 整日赖在邱蒂家的楼下 风瓜日晒都不动了 邱蒂最终被感动 嫁给了张慧勇 初婚的二人是幸福的 不久张慧勇便原兴毕露 在间隙的一歌舞厅 认识了韩芬小姐 韩芬当时二十岁 身高一米七 鸭蛋脸 白净漂亮十分的出众 张慧勇以韩芬相识后 二人便在洛阳广州市场里 租房居住 眼如一对小夫妻 初双入对的 虽然专组调查 曾发现张慧勇 与另一歌厅的小姐 小凤关系爱美 但张慧勇和韩芬的 一两年的来往 关系是颇深的 由于张慧勇诡秘警觉 才有好几次 都是在转组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 还有几次 都是转组晚到一两个小时 而让其逃脱的 张慧勇七姐家 转组因无法确定 他在不在 而让他逃脱了 洛阳老城小北门 转组闻讯赶到 无意中在对开的出都车上 发现一个人 身影极向张慧勇 紧急停车后 由于人来人往 天晋傍晚 车流量正直高峰 张慧勇跳车 钻入胡同逃脱 大雨旁途的 关林补家属楼 守候的干警警察 张慧勇不在 刚走 张慧勇赶到该楼 转组车返回时 张慧勇已匆匆离去了 8月20日 张慧勇在三门峡火车站 铁道局家属楼出现 并和金铜文物挖掘的 王金山 准备在三门峡投资 开设经济项目 同时又封闻 山西一家 挖出了一个堂木 张慧勇断定 最少有两个堂木 准备去看看 转组闻讯后 直辅三门峡 熟料 张慧勇已于两日前 同韩芬离去了 在等张慧勇同伙王金山时 琪琪听见了摩托车声响 慌忙出来 见王金山上楼 慌忙用手朝楼上指了指 王金山会议 正要上楼准备逃离时 对我专组干警前后独注 为了不打草惊蛇 番组一行六人 折在两室一厅的一个小房间里 只有一张床一沙发 因怕泄密 主家不能出许 所以抵触情绪很大 他们吃火腿肠 啃方便面 喝自来水 睡觉连腿都渗不开 坚守职责查看动静 一直坚守了六天六夜 张慧勇打电话 说有事不去 干警们才撤回来 这六天六夜 正值剩下酷暑 他们不能洗澡 不能换衣服 浑身的臭汗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 只有王金山一家人知道 见西竹江路 与工商家属楼 一对吸毒夫妻 及月明杨婷婷家 经常有歌厅的小姐 和社会上的吸毒人员 在这里灰金如土 吸食毒品 就在专组 从三门侠回来的那天 闻讯张慧勇在那里 闲寒分过夜 凌晨五时 专案组赶到 张慧勇才走 被窝里尚有余温 他们垂胸顿足 晚些来迟了一步 漫长的五个月的追捕生涯 每天上班 不用队长招呼 大家就立带了车前 为尽快地抓捕张慧勇 了结此案 专案组干警们放弃了节假日 昼夜在洛阳的 关林禅河郊区奔波 展开调查 把悬赏击捕张慧勇的通告 发至有关分局派出所 充分地利用一切手盾 张王以待 通过疆苦细致的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 获悉12月15日夜 张慧勇曾在东华潭打过电话 28日左右 张慧勇曾在东华潭西 部队招待所的桑拿玉士祈祷 干警们兴奋了 张慧勇就在东华潭 以西一带活动 在与有关单位联系后 12月30日 政委陆长翁 带领出剑忠等抓捕干警 到洛阳缉拿追捕 晚八时许 执行守候任务的刑警大队 二中队队长陈东义 这个身高只有1米65的干警 在部队的招待所 西20米处 发现张慧勇 伙同一名艳丽的少妇 由西向东而来 就在擦肩而过 来不及和同伙联系的情况下 只身一人奋不顾身 上前将张慧勇按倒在地 以便用枪压住身高1米78的张慧勇 立声说 表动 动剧打死你 说罢收起枪 一腿压住张慧勇 一边用手机联系 直到战友赶到 以伪造好了身份证 马上就要外逃的张慧勇 沮丧地说 你们竭力分局真较劲 明天就过元旦了 你们也不休闲 事后得知 名臣张慧勇 将离开洛阳外逃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随着周燕 张慧勇 王少杰 李少军 四名罪犯相见落网 这起由犯罪嫌疑人周燕 一手导演的 明显带有黑烧会性质的 故兄杀人案 终于真相大白 顺利告破 通过对张慧勇的讯问 证实了周燕预谋杀人的 前前后后 事情的原委 令赚足十分的意外 周燕出身在一个条件 十分优越的干部家庭里 父亲是吉利区某局的局长 母亲是乡丈夫的干部 由于家里只有兄妹二人 自小她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一家人对她关怀备质 呵护有加 可以说 她的金色童年 和如花囤锦簇般的青少年时代 是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 扎着蝴蝶结 穿着鲜艳的连衣裙 戴着红领巾 一路欢歌笑语长大的 在她的印象里 不知道什么是挣扎吃苦 更不知道什么叫饥寒交迫 1991年高中毕业 她一出校门 就在梦县保险公司 竭力区建行 找到了暗逸舒适的工作 虽说是临时工 可是优厚的待遇 不菲的薪水 令这位焦小姐 没有受到任何挫折 就成了时代的幸运儿 至于周燕的婚姻 更是主动权在她自己的手里 今年27妃的周燕 并非是天资国色之美 她有的是小家碧玉的青春 俊秀和苗条的身段 她并不光彩照人秀色可参 但她却亭亭玉丽 妩媚典雅 加上润白的肌肤 容起的胸脯 聪慧迷人 寒清如水的双眼 一头漆黑的绣发 线条流畅 略显轻瘦的小手 和一双迷烟的小脚 整个儿看上去 黏嫩得像是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加上她时髦 而又隔体的打扮 和举手投足的 庄重金石 使她身价白背 在异性的眼里 是那样的充满了诱惑力 1991年 周燕和吉利区 清光芬王某谈对相时 认识了王某的好友王电力 并和王电力建立了 亲密的哥们儿关系 1995年 周燕在建行上班时 很快就和王某白白了 但和王电力的友情 一直叫好 这个友情要画上双眼号了 直到王电力 成为游妇之夫 在建行 周燕的姿色 打动了一位姓陈的男士 并很快地领了结婚证 二人正在谈婚论嫁时 这时 她认识了吉利区 数一数二大款张乐 由于张乐是腰缠慢贯 豪爽仗义 为人和善 叉与她有了一种超长的亲密和投契 在以后为其办理贷款业务时 周燕清楚地知道了 大款的家底和实力 之后因为每次行里 有拉存款的任务时 周燕便求张乐 在她所分的分离处 存上几笔大额的款项 财大气粗的张乐 不费吹灰之力 就满足了周燕的请求和自尊心 因此 二人的关系十分要好 此后 周燕的丈夫因涉嫌罗用公款 被检察院起诉时 张乐还为她跑上讨下的 使周燕十分感激 后来二人还是以离婚告终了 虽然这两次失败的恋爱 对周燕不算什么 但她的心情 还是感到来抑郁不快 这期间 因业务上的帮忙 周燕想请张乐吃顿饭 但最后负账 还是张乐大票一回完事 张乐也许是初中有戏 也许是另有所想 这段时间 经常开着奔驰车 带着周燕吃饭看电影 市区郊外的兜风 使周燕的情绪平复了许多 至此 周燕才发觉 自己竟然莫名其妙地 经常更换艳丽的衣服 淡扫峨眉 笑迎张乐到来 二人的谈话内容 也由工作 生意 人生 谈到了家庭 一提到家庭 张乐怎么也潇洒不起来了 她叹口气 告诉周燕 她的青年时代并不幸福 家境也相当的贫寒 临到结婚 由于两个哥哥赶上了改革开放 发了财 她才娶上了媳妇 她的媳妇曾经为她生了三个孩子 在农村也算是能干的 但有一条 妻子的脾气特别坏 动辄就大吵大闹 立骂不休 有时为些小事 她就会骂到大街上 让她丢进了脸 有时吓得一想到回家 腿就发软的地步 尤其让她难堪的是 丈母娘和她家 都属于都市的村庄 紧紧相连的 闺女的骂声惊痛了丈母娘 丈母娘也会出来堵住她的奔驰车 大骂一窗 想走都走不开 她还告诉周燕 不认识她时 她就想要离婚了 认识她以后 更感到女性还会有不尽的温柔 更坚定了她离婚的想法 并且声明 离婚并不是因为认识你周燕了 尽管周燕劝她是以和为贵 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也不容易 但张乐一点也听不进去 她早就铁了心 离世早晚的事了 离婚后 她若仍娶上周燕这样的女人做妻子 她一生就算是没白忙活了 那夜 弯弯的月牙 犹如一只银色的小船 似仙女的峨眉斜挂西天 千年的黄河水轻拍敌暗 灯火通明的吉利 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那 融融的月光里 身穿短裙 斜靠在树上的周燕 看了一眼身旁正亮的奔驰轿车 又望往衣着鼻挺 身体强壮的张乐 面对着黄河水 唯唯到来了家事之后 一脸漠然无望的表情 她的心揪紧拦 两久 张乐回身 望着周燕那妩媚动人的身影 来到她的跟前 此刻同病相连的周燕 泪光盈盈 柔长寸断地望着张乐 张乐也无言地 吃望着周燕两久 就在这旷野 月色 西畔 青草间 她发狂地亲吻了周燕 周燕没有反抗 反而是紧紧地抱住了张乐 那一瞬 周燕在张乐怀里 像只温顺的小鹿般喘息着 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 嫁给她 她太可怜了 她也太需要爱了 之后数日 周燕有意疏远了张乐 她需要时间 更需要心理准备 同时她更需要理智地 做出抉择 因为她曾经摔倒过 尽管张乐电话打个没完 她把自己关在屋里 一个电话也没接 几天后 张乐打电话约她 她精心地打扮了一下 就去俯约了 一顿山珍海味 二人进驻高档豪华的宾馆套间 周燕再次打量张乐 一米六五的个子 微胖的身材 四方脸 实在敦厚老实 不由的心底里就默许了 而张乐此时 也不失时机地 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 梦里早已魂牵梦绕的周燕 一身淡妆 似出水芙蓉般的水灵 她不由地喜笑颜开 二人没有更多的言语 心有灵溪水到渠成 此次张乐大笔一挥 一张三十一万元的支票 就落在了周燕的手中 周燕受宠落惊 一下子扑进了张乐的怀中 轻气起来 从那以后 张燕真格地动了感情 早已身先暗许 要真正成为张乐的正式夫人 之后不久 张乐与妻的离婚 和周燕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二人招出成对 晚归成双 周燕和张乐恋爱的关系发展 使张乐前妻张秀秀十分地恼火 就不断地往周燕家打电话 对周燕和家人进行 难骂侮辱 想着退休有病在家的父母 为自己而爱骂受辱 周燕便怀奋在心 一次 王电力碰见周燕面容憔退的样子 本想向他借钱买车 便改劝他说 我知道你最近过得不快活啊 还不如我把他给办了手心呢 周燕当时听后不知可否 沉默不语 后王电力向周燕借钱时 重提此事 周燕点头默许了 周便以王电力去杀死张乐前妻为条件 借了五万元作为代价 熟量 王电力拿到钱后 怕杀人偿命 就购买了一辆桑塔辣轿车 跑起了出租 对周燕所托之事 早已是置之恼厚了 虽然周燕多次催促王电力 但他既不去杀人 又不还钱 还态度十分地蛮横 周燕这边竹篮打水一场空 随产生了雇佣他人 在杀王电力的念头 1999年六七月份 周燕找到了吉利区无业人员张慧勇 二人预谋 由张慧勇找人杀死王电力 周燕付报酬三万元 在周燕张慧勇的操纵下 洛阳市郊区白马镇的王少杰 李少军 在哥们一起和金钱利益的诱惑下 做了此案 尽管据周燕交代 在案发前两天 王电力答应还周燕一万 周燕和张慧勇联系不办了 但1999年7月29日上午 以租车为名 选择了杀人现场的王少杰李少军 还是在7月31日夜 将王电力骗到 几元市芷城镇交债村 杀人毁车 并把实体埋在了 野茂六族的玉米地里 七三一案侦破了 元旦佳节 他们押着张慧勇 迎接千年的第一缕曙光 在我见到罪犯周燕时 望着他阴阴浊气 痛悔不已的表情时 我只想告诉他 吉利不仅是 洛阳时工业上的明珠 更是社会治安 遗留了一片净土 谁去玷污他 谁就自去灭亡